台湾网球男单一哥卢彦勋 资料照法新社 记者两位民众和报道 网谈年度四大满贯率先登场的澳洲公开赛 下周一即将在墨尔本公园开打 男女单打各128千表出卢 我国卢彦勋现实为都有硬仗 男半球初级的有水准演出 届时才能克敌制胜 34岁的卢彦勋右肩受伤 开季既今还未参与任何赛事暖身 如今正在当地备战 生涯第13度奥网会内登场的宝岛一哥 本届男单首轮千运欠佳 抽中克罗埃西亚第六种子 千美网男单冠军希利奇 Marine Selick临场压力相当沉重 台客双雄上回交手 还是在2012年伦敦女王草地赛 当时卢彦八强没打完伤退 至于32岁的谢淑为 第七度进军奥网女单会内舞台 首轮队上会外赛晋级黑马 若开胡次轮可能强碰西班牙 第三种子2016年法王女单冠军 穆古鲁莎高比 谢淑为资料照法新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